大家好,歡迎收看這集的即時公諒 我是林子彤 這個環節,邀請你Arnold 跟我們聊Arnold,你好 是子彤,你好 我多提提大家 如果有任何股票上的問題 海打利204666 問貨專家意見 或追蹤問題 連郵到ASK的Facebook 或是WhatsApp到91571428給我們 Facebook上也在做直播 大家可以按LIKE及分享影片 有問題留下留言會盡快解答大家 希望大家旺旺港股最新走勢 恒指升近623點 最新準2萬5503點 國企指數最新升近303點 最新準1萬406點 大市成交1,110億 點多鐘繼續有1,11億 今天的市場表現非常理想 不過剛剛看了一些新聞 就說美國有些州份 已經有人出現示威 還要握槍 現在總統大選 真正最後的結果 還沒有 也有些爭議 雖然今天這樣爆上來 大家是不是應該 都趁它夾高 take profit 沒有一個best solution 沒有一個最佳選擇的 未來這些市況只能夠高風險 高匯報 這個問題是 我們一向都是這樣說的 當市場看到拜登上場的時候 特別是 民主黨如果同時能夠 控制到參眾議院的話 這是一個最好的 scenario 這是一個最好的 scenario 又要入市 要爭執是應該 這是市場一向最好的 scenario 但是一向都有一個最壞的 scenario 是不是特朗普贏 最壞的情況 就是最壞的情況 不是的 最壞的情況 就是拜登逆 但是很大爭議 所以現在其實市況是 你是很難玩的 最好和最壞的情況 一次過撞到你 就看看你順便別 你始終在投資者角度上 他們相信美國的系統 是會有秩序 他們不會覺得 內亂等等 不會沒完沒了的 可能說過一兩個星期 他們覺得有抖 所以先向好那邊走 所以你這一刻入市 你就說著 面對著一個問題 就是會不會之後 真是特朗普帶來的訴訟 或者最終是拜登贏不了 你如果是的話 很多事情是要玩的 很多可能相關 新舊經濟股都一樣 在這些位置有機會調整 但是你又反過來 那角度 如果你看好的班人 沒有看錯的 那市場就會繼續升上 所以你說這些位置 就很尷尬 你說那個升勢 你現在二百五十天才升穿 兩萬六應該是不難的 甚至你說整個第四季 或者會不會對於 未來三個月的展望 可以樂觀一點點 是有這個條件的 但是問題就是 在這個升的過程 你又預計了會相對比較錯 第一方面很多強勢股 已經升了很多 再升上去 你說會有很大的調整空間在那裡 所以你說我們會建議 如果選擇要去增持 或者看好的 一不就少住 一不就分住級 那這些位置 我覺得的確你要逼一逼 入一入主 因為始終說 無論大選前 或者現在大選後 你看到大市的成交金額 這麼厲害 雖然你說明天可能 隨著買一些資金 會放出來 會有走資 但是其實向來 向來都說IPO還IPO錢 股票或市場 股票或市場 所以就應該沒有什麼太大的衝突 所以你短線來說 你一個就是先進入了第一柱線 如果萬一大選有什麼差距的話 下到去 就再去吸納 所以你又不是進入得多 你一旦要 一旦真的看錯了 你止蝕 你又相對地步不太相 所以暫時來說 那策略就比較簡單 分轉吸納 這些位置 會強硬上車 還是主線 那就看一下美國大選 狀況 最新進展是怎樣 那你說示威就一定會有 這個始終是一個這麼大 爭議性的選舉 你說完全安分手機 很乖 整個市場很平靜 這個不在市場的期望之內 但問題就是情況有多嚴重 會不會去到連法院都搞不定 或者去到內亂等等 我想又沒有去到這麼低寬 市場上面 整個美國的體系上面 又不會說 好像很順心 好像這些相對落後國家 出現大選內亂等等 比較少有這個看法 但當然一出現一定是黑天鵝 沒有人會想到美國大選之後亂到這樣 但是你說黑天鵝時 基本都是出了先說 是預了要吃的 但是你說在這樣的情況下 那你就要是少注買 要是分轉吸納 我想你說暫時來講 指數都上了 250天線這些位置 都沒有什麼條件去看時間 現在還沒有一個很明確的結果 但是今天一些中美貿易戰 風眼那些股份 已經彈了很多上去 特別是中興 升差不多一成半 去到1996 可能有很多人嚇了很久 你今天這樣升上來 都不會建議他們走還是怎樣 看看你什麼位置賣的 如果你說25、26元樓上 差不多30元之前追了 你都拿到現在 沒理由會改變的 那你就看看它還可以彈多少 但是如果你說20元邊這些水平 薄了的話 這些位置再繼續拿下去 有一定的風險在 但是你始終這麼大支揚足 就不會建議馬上走 你看它能不能突破20元這些阻力位 因為其實我們之前給的意見 就是中興穿了20元就不要碰了 是 留意我們通常說一些止洩位 特別今年經常做一些短炒部署上面 止洩位穿了不要碰 但問題就是當它做了底 好像中興那樣 近期徘徊在20元至18元 試過穿一穿18元 最低落到差不多17元 接著口腰上回來 去到之前說的指示位樓上 你升穿20元 其實要去追的 所以你講一個短炒策略 上面好像中興那些 還有貨的 你總是多看一兩天 我看它能不能突破20元這些阻力位 突破到的 就看22元這些位置 始終這個概念很簡單 一些5G或者涉及脅貿易卡名單 那些股份 只要特朗普連入不到 所有相關股份之前跌得多的 有機會起 不要說佈快了手 但起碼技術反大一定會有 中興就是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現在的策略上面 跟之前的問題一樣 很涉及你個人主觀的看法 如果你真的覺得特朗普還有機會 這個假設率 你就不要碰著 但你如果有這樣的心態 你都本身沒有理由買中興通訊 所以你拿到中興通訊的現階段 那些好消息有機會出來了 你總是先看到一兩天 所以暫時來說 看看它是否突破20元這些阻力位 這個都是比較關鍵的 科技股也是比較搓的一些板塊 就是阿里巴巴那些 之前因為買不到 就堆下來 今天都有一個反彈 但是科技股這個板塊 或者NASDAQ 搓的波動程度 比導致更加厲害 是不是科技股都 如果真的承受不了風險 這一輪 起碼大選之 有結果之前都不要碰 我想這一刻 你買科技股 就會比較尷尬 尷尬的位置就是 為何之前你不買 你現在才去追 這個就是那個尷尬的位置 那個問題就是 之前說阿里巴巴 主要是最多都是影響到阿里巴巴 或者騰訊的 都有說過 美團的影響相對比較細 甚至昨天已經見到沒有影響 最終的結果是 我看錯的 你說騰訊也是接近幾乎沒有影響 所以今天就破它上來 但是其實你說很多異線的 根本就是找機會炒上來 京東那些也是 昨天破了位 破位你第一天又不去追 第二天才去追 這些就會很尷尬 我覺得如果你是這一刻 出售買科技股 又不是說真的沒有選擇 但是相對地比較異線 未破52週高位 或者剛剛破52週高位 那些相對地小隻的股份 你要找這些股份很簡單 現在在恆生科技指數裏面 不選ATM 不選J 不選網易這些 你找些小隻的 你來來去都是那幾隻 30隻左右 就是微盟 6060 或者金山軟件3888 這幾隻 其實你看回 好像金碟 或者金山軟件 好像都是準備破位 你這些位置追 一旦破了位的話 上網空間的直播率 就自然會比較高 所以你說其實 論優勢 論最穩健 一向都是大隻的那些 阿里巴巴拿著 現在市氣氛這麼好 你都不會怕 買集團的消息 你不就繼續拿著 看看有沒有機會追落後 但是你真的 你拿了沒有講的 這些就繼續拿下去 策略不會改變 但是你選擇買的話 我覺得這些位置 唯有迫著就是買一些 小隻少少 近期沒有什麼點升過 你看到所有數據 資料中等等 都是在炒金的直播額 特別你如果看圖上面 微盟 或者268 我覺得那個直播率 會相對地比較吸引 至於中安上面 一向都說 40元以下可以買的 我都維持看法 你說首選 我覺得都是以金碟 中安 和微盟 你三隻為主 剛才就說到 都擔心 馬藝的錢 即是 出來的時候 會不會有個走資的情況 但是 有些分析就覺得 可能香港 或者港交所 都不想 那些錢這麼快 走了的時候 就紮紮臨推 京東健康 來香港上 起碼保留一些錢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 如果京東健康上的話 第一應該抽 還有那個反應 會不會好像螞蟻那麼熱烈 一定沒有辦法 螞蟻集團那麼誇張 螞蟻集團始終說 你又獨一無二 巨無霸 最重要的是 你又不用怕 好像幸運大抽獎那樣 你看回 譬如現在見過 雖然他走不了 但你看房間消息 都說一手檔都中很多 所以情況是很不同的 你說京東健康 選擇是抽 我們都會建議的 始終你看回阿里健康 或者其實這方面的業務 基本上 就不會提到特別負面 但是你說對於京東集團 這一刻 我想升上來主要大家都是 偷補雙十一 對相關的因素 所以你說京東集團也好 叫你包包也好 都不會看得太過負面 而且似乎 那些什麼監管賣集團 那些相關消息 你又沒有 好像純粹不讓他上完之後 又沒有什麼新進展 你現在的故事 好像說到賣集團 要是遵守規則 最後還可以上回 所以你又開始慢慢淡化 所以都不需要太過擔心 但是你雙十一 你又要記住 市場本身是預了好的 所以你說你現在這些位置買 你又距離雙十一 還有六天左右的時間 即是意味著下個星期三 三就應商十一 這些位置 就算設定一個數據 多好都好 不會再有太多上網空間 你之前那些單位的人買了 本來可能看三百五三八六 這些位置準備食股 現在市場氣氛好 他們就會貪心一些 可能看到四百元這些位置 但是你說再升上這些大隻的 不容易的 老實這樣說 所以我也是建議你要去買些小隻 會比較好 好 另外Janny就問了 三隻那些衡生科技指數ETF 為什麼這隻3033會落後這麼多呢 但是如果看指數 是不是其實3033也貼價 其實我又看不到 有什麼落後很多的狀況 你唯一可以說 今天為什麼人家一隻升5.1% 一隻升5% 一隻升4.6%左右 可能昨天你最後多人買3033 所以你買EDF 我經常都說 你要看每股資產正值 那個差價狀況在那裡 基本上 只要你說買一刻 跟每股資產正值 是大約差不多水平的話 你就不需要擔心追不到落後 這些相關因素在那裡 發行商會自己幫你對沖 或者是減少 你日內總會有一段時間 可能會距離每NAV 有日價 或者discount的狀況在那裡 長遠來說一定是最中販賭的 所以買三隻很多時候 你想不到選哪隻 我們會比較建議留意 一些成交金額活躍的 通常活躍的 比較容易對足 GNAV正值 但留意一下 當太過活躍的時候 很容易炒過落 或者跌過落 所以活躍之餘 你也要留意買的時候 例如你在3033南方 恆生科技指數 成交金額最活躍的 你就要留意買的時候 你就去回南方東英的網站上面 看回 如果這一刻 我沒有看的 現在 8.1毫爾 現在正在做NAV 可能差一點 它比較貴 那你就等著 一定有機會落到NAV的位置買 但是如果你強行高追 那就沒辦法了 那你就會蒙受著 可能在講1%以內的損失 但是最多都是賺少了 其實恆生科技指數 今天升到8000點上 破頂的時候 你都沒有條件去看探 好啊 還有3033的看法就是 其實你乘回1000度 就是那個科技指數 如果你看到那個指數 跟3033的現價差太遠 那你才需要擔心 這也是一個方法 是的 可以留意這個看法 另外 剛才還沒講到 那些科技股 接下來會好錯 但是如果想撇除總統大選 現在市況起來 又這麼好的情況之下 是否車股比較穩陣 你不能撇除 老實說的 勢如破足 就是你總統大 應該沒那麼大 就是你買車股 沒那麼擔心 就是一個問題 那個市場氣氛 很主導在所有的一切 你說美國大選 如果好像之前說 黑天 美國來亂 整個環球市場 是很暴動的話 是 你說整個金融市場 避險情緒 車股都一天會跌下去 但是車股追落後 那個 不是那個炒作氣氛 OK的 我今週每天都說過 你整個汽車市場 那個報復式消費情緒 好像出來 你說雙十一 甚至新能源汽車 訂單的訂得這麼好 你真的不太條件太淡 昨天你說 今早你們都有說 說蔚來 上A股 美股很厲害 這個大家知道 心想被阿迪 幾個月前 一個月前 大家說 我看到180元 190元 很誇張 這一刻大香港200元 很合理 所以情況是差很遠的 新能源汽車一定是最當炒 但是你說升了這麼多 一百元 別人升了九成 你才去買 一定是高風險低回報 你說這個 一百七十元 一百六十元 都說過 高風險低回報 但不代表是沒有回報 你現在都是升多了一成左右 但你要記住 面對著問題 一旦高位跌下來的時候 兩三成 你面對就會掉下去 所以你說 你要投資在新能源汽車上面 看心態 如果你的風險承受能力很高 或者你的風險取代很高 你打算買完股票 要賺兩三成 三四成 你以汽車股來說 你一定是要選擇 比亞迪長城汽車你跌 你說有機會賺到三四成 的機會比較大 但是你同樣地要記住 股票市場永遠都是 你賺得多 就有機會隨時突然間 一聲 就會跌了下來 所以我覺得 我稍稍稍稍稍稍稍會選擇傳統汽車股 我都是比較喜歡廣氣的 嗯 好啊 聽聽李小姐的電話 李小姐你好 喂 兩位支持 今天早上問過 直生我又想不到 阿鹹生 麻煩你幫我大聲一點 我1919 實際我是九個半買的 我經常說八元 實際九個半買 我真的不敢說那麼多 那我如果是去到什麼位好走 阿鹹生 麻煩你 阿鹹生 你看一下 有沒有機會去到什麼位 麻煩你幫我 好 大聲一點點 我就有得抖喉 阿鹹生 因為我最後一點 認不到 麻煩你阿鹹生 好 阿鹹生 麻煩你小姐 麻煩你 好啊 中原海控 李小姐都是問這一隻 今天又彈了九個半分的 五個八分之三這些水平 都接近今天最高位 買了很久 都經常打電話來問 怎算 怎算 都未能走到的時候 今天升九個百分的 又開了那麼久 是不是都不用走 其實開了那麼久 我覺得你安心繼續炸著 你看到這隻1919 真的十分強勢 可能說一個禮拜 一個月前左右 要回家鄉 不容易的 但是你現在看它最新公佈的第三季業績 大行報告上面很多都看六問二相 回家鄉的機會就越來越高 所以你一定都是繼續炸著 而看很多指標上面顯示 內地的集裝商價格 真的升得很誇張 所以你這些位置就沒理由走的了 其實我們難以去買東西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們選擇得剛剛才花很多時間 新經濟股 但是其實在今年來說最強勢的 是一些很當炒的九經濟股 1919就是其中一種 要買1919 譬如我們做一些部署 4元買看到現在是很難的 但是我覺得你既然持有這麼強勢的股份 你就繼續持有 如果整個航運業 即是未來一兩年 全球經濟世界和平 整個經濟復甦的話 8元這些位置 你會有機會見得到 甚至說可能再高水平也會有 所以你開了這麼久 我們怎麼都建議繼續持有 暫時來說持有這麼強勢的股份 就是不需要點驚的 好啊 李小姐不需要太擔心 繼續可以持有 看看全世界的經濟復甦的力度 可不可以保持 保持有機會上回你買入價 不過我都要中長線一點 多謝李小姐的電話 打到Youtube上面 金金就問9618 怎麼看可以上到什麼為止 一定是強勢的 你這個簡單一點 短線看法就是 你兩樣東西這麼看 雙十一過多兩天 11月13日又有第三個業績 說真的那頁業績應該不會差到去哪裡 所以你怎麼都是繼續炸著線 可不可以再上破頂那段時間 我們不會說估它這麼快就完結 今年股頂股底都沒有什麼好下場 譬如我之前說320元的時候 我估它上到350、350、360 現在是到了 那是不是代表我現在要馬上離開 看情況 你恆指升到這樣 你說現在整個環球科技指數 納指、恆生科技指數 升得這麼飆青的狀況 你是不是再貪心一點 一個問題就是 很多時候股頂 由股值出發 這個市況正正常常 環球經濟很正常 很多正路分析 你可以嘗試股頂 但是現在的問題就是 資金純粹不斷湧入一、兩隻股份 一、兩個板塊在上面 很不集中的 所以你說一升起來 股值貴的股份 都可以繼續破頂 越強者越強 所以96、18現在破頂 強到這樣的情況下 你真是很難說 在這些位置建議就股去見頂 可不可以再上整個上升勢頭這麼強 基本上你記得在之前的歷史高位 340元樓上的話 你基本上都是繼續放風箏的 甚至你以整個圓底 量度升幅去看的話 380元都有機會見到 你說400元那些位置可不可以了 你起碼出軌跡才算 你說現在有課的 怎樣都是繼續拿著的 又有雙11、11月13日有出業職 你起碼等這兩個因素才會向校女走 好 聽了梁太的電話 梁太 你好 梁太 你好 梁太 你好 是呀 是呀 想問誰 兩位之前我想問那個1299 我77元特徒之入 現在它有時候停在 你說怎樣呢 現在的鳳梁太用的線呢 還是吃了壺線呢 麻煩你 兩位 好啊 之前我們都說 好像炒回舊經濟股 有幫的其中一隻 炒回上來 但是嫌它現在又走得慢了一點 算不算呢 你拿著它就預了走得慢了 譬如之前我們都說 你都有問過這個問題 舊經濟是否應該轉化下去 我也是這樣說的 你不要突然間轉馬 你怎樣都放回到新經濟股 你參考整個半年的經驗上 很多時候輪迴炒 資金總會回到新經濟股上去 我不認為會出現一個狀況 只會升舊經濟股 所以你說的結果現在正確 這一刻你拿著有幫 老實說80元這些位置 有機會上去的 它不會升得多 就看你的心態 如果你說你很進取的 你高風險高回補 輸一兩成你不怕的 你可以搏去買一些新經濟股 這個位置之前說的 追微盟 追6060 追光碟這些 你可以搏 回報一定會被右傍吸引 但是你買右傍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 就算它撒下去 之前那支大洋燭 75元那些位置 都不必那麼容易處理穿飯 所以你這些位置再拿著右傍 萬一市況有什麼逆轉 有什麼壞消息 它又會有防守空間 所以這個涉及你風險取向的問題 如果你想嘗試進取一點 就不會責右傍 我覺得不會升得多得去變 但是你打算安全的 打算賺個查錢 或者可能追求大約一成左右的回報的話 友邦都有機會給到你 所以我覺得友邦我會建議 就不穿75元繼續持續 但是你真的要破82元這些阻力位 才可以走得快一點 應該不容易的 所以你還拿著緩不緩碼 這個就很看你個人見仁見智 好 回答到WhatsApp上面有位朋友問一隻 2107 第一服務控股比較少說 好像不是上市了 不是很久的 其實印象都是由這隻開始 那些物管股 你見到上市之後就不當炒了 近期你看到有不少的物管股 都出現反彈的 我經常都說整個板塊看 看幾隻龍頭線 啞生活 碧桂園服務 或者是說保理物業 全部都是由低位出現反彈 但是問題就是你要記住現在市況 行指是250天才能勝出賣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物管股都不升的話 就未免真的弱勢得很厲害 今天是沒有任何股份 是真的明顯地弱勢的 所以整個市場氣氛這麼好 你物管股總會有彈的 你2107這些都會有機會跟隨反彈的 所以我想問一個問題 如果想買 它134買了 如果你134買了 低位博了 你博了它可能上到過六了 這些位置 你看圖上面你跌了這麼多 上過六不過分的 但是你要看它上招股價樓上 上兩元樓上的話 我又覺得未免真的太過樂觀了 物管板塊始終的股值是鬼 我覺得現在的市場氣氛旺 未必會炒分物管股 所以我覺得物管股現在策略 我們都是建議逢負減次的 但是現在正在彈的政法 你就看看它有沒有機會升到 1.6這些位置 市升風有所擴大 升到700點 另外答多一條問題 3738浮博 6.34有貨 上網多少 這些就是超當炒的股份 SARS概念上 你其實在說無論是這個 或者是微盟 或者是對壩 或者是有賺 我相信未來都可能會比較當炒 你說破了頂 同樣道理 我們都不會建議亂去股頂 論股值貴得很離譜 不合理 但是問題是市場繼續炒的時候 你不穿7元 你就繼續向上網看8元左右 但是考慮放風箏都可以 所以其實最重要很多時候 8元這些位置我大約給你一個IB 其實可能在上也不足夠 很看市場變化 但是我覺得你的圖表上 5穿7元 你都沒理由這樣 在這些位置走去 好啊 現在市升了698點 25583點 上面的小紅 應該差不多打了 之後大家看看 會不會又向下調整一點 因為美國方面 又不知道是什麼玩法 這次跟Anno談到這裡 都要申報一下 有沒有持有上述投票的股份 都沒有持有的 好啊 麻煩你 跟我詳細的分析 稍後回來 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稍後回來再記